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18首将军制作微软眼镜的课程 那么这个中秋佳节刚过 在这里呢 也不知道大家节日过得怎么样 那么过完节之后也该回来继续学习了 好 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课程的这个PPT 我们今天这个课程 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个键盘模式的分析 那么在键盘模式分析中呢 我们会跟大家介绍这个 三种按键的这个使用 一种是这个可打印的 就是大家最常见的从A1到Z 然后还有数字0到9加点号等等这些 还有一种就是不可打印的 就是这个功能键 比如说上面这个F1到F12 还有一些这个Ctrl键 最常用的Shift 然后等等这些 这是第二种功能键 那么第三种的话 就是这个组合按键 比如说你Ctrl C Ctrl V 还有等等这些Shift Ctrl 还有Shift Delete 等等这些 那么我们的这个重点呢 就放在这个后两种模式的这个分析上 因为这个可打印的字符 这个太简单 直接发ask码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蓝牌模块呢 它可以做蓝牙键数 也可以做这个手柄 所以呢我们把它这个所有的功能都跟大家说一遍 因为这个模块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值得学习一下 说起这个蓝牙键盘呢 可能 Windows用户感触不深啊 因为Windows这个台式机啊 或者笔记本呢 直接用这个磁带的键盘就挺好 苹果用户呢 可能体会深一些 就是这个尤其是给平板电脑 给苹果的这个派的配这个蓝牙键盘 或者是苹果也出了不少这个比较轻巧的这个蓝牙键盘 你可以配合这个MacBook用 把这个MacBook当成这个计算机的这个主机 把它屏幕合上 然后外接一个大的显示器来用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MacBook的屏幕已经合上了 所以这个时候接一个蓝牙键盘是很方便的 配合这种模式呢 MacBook还有一个支架 这是我看见别人这么用的 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那么除了这两种模式之外呢 还有的时候呢 我们安卓用户这个手机也可以用 接一个蓝牙键盘 打字啊什么之类的都很方便 这蓝牙键盘呢 它流行起来的原因就是 主要是它普通 它这个功能与普通键盘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它通过蓝牙与PC或者这个移动设备进行连接 那么通过蓝牙连接的话呢 它继承了这个USB 因为我们普通的设备键盘都是这个USB 它继承了这个USB HID的协议 发展了一个叫做蓝牙 HID协议的这么一个通讯协议 这样的话呢 它就因为它是继承的USB HID 所以它就 协议的内容啊 跟这个USB HID也比较接近啊 所以呢这个按键的功能呢 也是与普通键盘是一样的 它这个方便呢 也会带来一些小小的问题 就是说它存在延迟 因为它是无线连接啊 这个无线大家都知道 肯定是传输速率 它再高也没有这个有限的快 所以它存在一些延迟 存在延迟的话 这个专业的游戏玩家呢 一般是不会选择蓝牙剑鼠的 包括鼠标也是 比如说这个 尤其是第一人成的这个设计游戏 敌人已经来了 你在这移动鼠标去打它的时候 如果是有限鼠标的话 直接一甩枪过去一点就死了 是吧 但是采用这个无线鼠标蓝牙的话 会有一点点延迟 可能你还没来得及把它甩死 它把你打死了 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专业的游戏玩家呢 一般不会选择蓝牙剑鼠 因为它毫秒级的延迟呢 也是不可忍受的 所以就最好是用无线 最好是用有线的这个键数 无线的话 因为我们正常办公用是可以的 办公用的话 毫秒级的延迟 或者几十号面的延迟 我们根本感受不到 也不会在意 这就突出了蓝牙键盘的一个 主要的卖点 就是这方便 没有线 然后如果你想象一下 一个电脑旁边连着一个有线鼠标 一个有线键盘 再连着几个U盘 再搞几个其他USB设备 这个电脑旁边 基本上就是没法看了 所以呢 能用无线的时候 我们尽量就用无线了 蓝牙键盘 刚才说了 这个上面分布的 不管是什么模式的这个键盘 不管是有多少个键 它一般这个按键 都会分为这几个部分 可键字符 就是我们很常见的0到9 然后一些标点符号 A到Z字母 那么 除了这个之外 外围的基本上都是打印不出来的 不可键字符了 比如说这个方向键 空口键是可以打印的 回车键 看不见 但是实际上 它是有这个效果的 但是有这个 你比如说这个 Shift Ctrl键 还有这个 方向键 还有这个ES1键 这些你通通都是看不到效果的 你按它的话 不会在屏幕上有任何的反应 它只是一个特殊功能 还有这个F1到F12 那么这些算为不可键字符类 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键盘如果是没有这些字符的话 你就感觉很不方便 光有这个0到9个A到Z 不好用 然后有这些之后呢 还要有两者的这个组合键 这个组合键 这也不说了 这个快捷键 主要是通过这个组合键来实现的 鼠标用户的速度 永远是赶不上键盘用户的 因为它这个快捷键是非常快的 比如说减7就Ctrl加X 然后粘贴CtrlV CtrlCCtrlV是最常用的 然后还有这个 打开我的电脑 Windows加E 显示桌面 快捷键Windows加D 你用鼠标肯定跟不上我这个速度 所以组合键还是非常 常用而且有用的 那么作为一个蓝牙键盘 蓝牙键盘而言 只是呃 与电脑这个连接方式 与这个有线键盘不一样 其他功能应该都保留下来 所以组合键也是非常重要 可见字符这个里边刚才说了 它是ask码里面所有ask2码里面 所有的这个可见字符都可以呃显示出来 那么最开始这个联阳420这是空格 然后后面是几个标点符号 啊这边的符号警号键是我们python里边比较常用的 然后dollar符号键 这个美元符号是perl语言里面 变量的前缀 呃球鱼百分号 然后逻辑语豆号 这是小扣号成加 那么后面是几个扣号 几个常用的字符啊 豆号句号除号减号等等 然后0到9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后边是冒号分号小一号等于号 那么这些在我们的键盘上呢 想打出这些可能就是需要复用了 比如说你要打大一号小一号的时候 可能要按住shift键 但是我们在这个蓝牙键盘里面呢 它是以这个独立的一个呃字符去表示的 可是我们这个按键排列还是跟呃有限键盘一样啊 所以你按这个键的时候呢 你实际上是检测到用户按了shift的加上 这个大约号那个键你才能发送大约号 否则的话呢 你还是按照平常的发送方式 他点了什么你就发什么 所以这个左键的处理呢 也是一个小技巧 我们来看下一页 下一页这个一些奇怪的符号 然后开始字母了 从字母就是从A到Z 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就大概过一遍 因为这里边基本上是跟这个ask码是对应的 然后到Z 然后这是编程常用的这个分号 然后这边是小写字母 呃这里面跟刚才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的编码是去分开的 但是在键盘上它是一个键 所以你要 呃想输入这个大写字母的时候的键盘上需要按一下shave的加上这个 相应的小写字母 或者是按这个大小写锁定键之后自动转化 那么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键盘上不可能把这些 呃200多个字符全部都排到键盘上 那那个键盘得多大呀 大小写的话就用这个 呃功能键去加以区分 键盘的设计输入是这样的 这是小写字母一直到这 然后这边对应的就是刚才 啊 大小字母下面对应的那个 小括号对中括号对应的那个大括号 我们看一下 这个自已完了是中括号 那么小写的 自已完了之后就是大括号 那么这两个中括号和大括号肯定是在一个键上的 我们也在键盘上也可以看到 呃 然后这个可见字符说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不可见字符 不可见字符的话 呃 我们键盘上能看到的其实没有表里边列的这个多 呃 一般有的小键盘的话它是没有这么全的 插入键 呃 挺逗的一个键 在这个office里面就是这个word里面 如果你点了这个insert键的话 你按这个后退删除 他是不删除前面的字符 而把后面的字符删除了 所以大家这个一一通到这个模式就会很懵 所以这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就是因为你误碰了这个insert键 你再按一下之后取消这个模式就好了 然后home键 呃 pageup和delete and这些键盘都有 home键 呃是在这个浏览器里面主用 然后write error backspace是刚才说的删除 type enter 这个方向键enter 然后f1到f12是功能键 这个ese 还带到一些锁定等等这些 那么后面就不说了 然后比较逗的是 这有一个toggleiOS keyboard 这个键如果你发送这个键码的话 他会把iOS设备的这个键盘弹出来 然后再发送一遍就弹回去了 这个是我们 呃 有线键盘上没有的 还有这个left control left shift 这control和shift的左右都有 这大家知道吧 所以他区分一下啊 left和right 好说完这个 呃不可见的这个按键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组合键 就是说它的扩展模式 呃扩展模式的话 它是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发送格式的 呃发送格式是这样的 就是0x FD开头 16进制的FD开头 然后这有一个 modifiers 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 就是用来给我们填充这个功能键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填 control 填shift 也可以填control 或上shift 这样的话就是两个键同时按 然后中间是00 这固定的 keycode123456 这是6个 按键 这6个按键 只能填充A到 Z或者是012 0到9 这样的 普通按键 就是可可视的按键 功能键都往这塞 所以呢 你可以按 同时 功能键没有的话你就填0 同时按下AB键就填AB 如果是Ctrl C 这里放Ctrl 这里放C 后面都是0 就可以了 啊 这是一个发送模式 组合键的话 它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组合 就这里边列的都是 啊 可以填充到组合键里边的这个 啊 按键吧 那么我们大概也过一遍 因为也是比较长 呃 这些符号也通通都可以往往里边放 这个跟刚才那个ask ask 马表呢 是有些类似的 然后F1到F12 但是也有不同 因为你往后看中间这些都一样 呃 它有F13到F24 这个刚才我们那个里边是没有的 然后这个home 或者还有这个error键 方向键这都是有的 那这都没有问题 那这里边还多了一些像help menu这些键 那么这些键在刚才都是没有的 然后还有这些undo cut copy paste find mute这个声音加声音简等等这些啊 这个都是可以用键盘去组合发送的 用这个扩展模式去发送的 这个扩展模式跟刚才比起来肯定会有多余的一些功能就在这里 然后后边这些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 好多东西 这这个在键盘上都没有见过 然后还有这些啊 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然后中间这些呢是一些 也我们实际上用鼠标和菜单键这样操作的一些 那么扩展的也是非常多 我们大概就 扩展键就说到这里 然后这个呃后续我们会对这个进行一下详述的说明是怎么发送啊 常用的都会跟大家交代的啊不常用的话可能用的时候需要我们自己去查一下 发送组合键的话实际上呃刚才说过大概就是这个形式 你发一个这个Kickman的是个函数 发一个Kickman的然后中间这里是 第一项这里是这个 呃 功能键 也就是说不可不可打印的那部分 这是Modifier的ShiftLeft就是左边的Shift键 然后Modifier的ControlLeft就按从事按一下左 左边的这个Control加Shift然后键码发了一个44的话是什么大家去那个刚才那个表格里面去查 这是16进制的 然后如果是同时按下普通两个键的话那就 按这个 呃功能键是0然后45这4应该是A 所以是ControlShift加A 然后如果同时按下 AB两个键的话就是4和5啊这是蒙的啊 这这个是不是还需要去查表 因为这个也没有必要记他直接去查表就可以了 组合键呢就是这种格式啊这个函数呢后续我们会自己去实现的大家大概有个印象 这函数主要是对应 键还有这个组合键啊如何配合使用 然后先有一个感官的认识 那么后后面呢我们会有这个实际操作的时候 大家可以亲眼看到这个键按下去了是个什么效果 好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